怎麼眼周會長出一粒一粒的東西 甚至有些人脖子上也會講 這叫所謂的肉芽 雖然不痛不癢 但真的蠻影響觀瞻的 是 你看 這麼大顆 其實肉芽有大有小 你看這件事很突然 這叫醉油 肉芽也叫醉油 那也叫軟組織鮮微瘤 那這種東西長出來跟體質也有關係 有很多人在脖子 在葉下 甚至在我們現在整個比較容易說 夾住的地方 就有人在臀部也會 跨下來也會 都會這樣長出一顆一顆有大有小 那基本上很多人是跟體質有關係 男生女生都會 那有些比較肥胖的人 可能比較明顯會比較多一點 那跟女生常講說 保養品差這個眼霜有關係 其實基本上影響並不大 那主要是個人基因體質的關係 還有人說可能體質慢慢改變 比如說懷孕會破壞 生產不會也會長 OK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常見的肉芽分類 肉芽其實也是不只是單純的 對 一顆的東西 是 你看很多肉芽有在眼周 包括漢丸油 那一顆在 漢丸油上是個基因的一傳 顯現基因一傳 爸爸媽媽有 基本上你可能有 那你只是有表現出來 在這個眼上 眼周圍甚至眼皮上 一顆一顆的有點肉色 到有點輕微 有點黃黃的亮的小的 凸起了一個 這個病罩 那腳質過度增生呢 可能就像腳化在臉上 很多人說 這可能就像 我們所謂的扁平油 腳質過度 當然不是 它是腳化的現象 腳化也是皮膚一種老化的一個徵兆 那雪裡比較老化 實際上有年輕人也會有 高水跟曬太陽啊 或自己本身的體質的改變 可能在臉上一顆一顆 有點膚色到咖啡色的一個現象 這是腳質過度增生 那另外樹立種呢 那樹立種它本身可能就是一顆一顆的 有點粉色到白白的一個 像白頭粉刺一樣 當然是屬於比較深層的一個 阻塞的一個皮膚的問題 所以擠是擠不出來 很難擠 而且很痛很痛 千萬不要自己擠 那另外一個呢 像脖子我們來說 脖子剛才說席肉對不對 那還有腳質增生 皮膚腳質 它跟席肉很像 另外就是扁平油 那實際上 扁平油我們叫老年性的油 那實際上很多真的 油的病人情變不多 很多醫生看 這個是什麼扁平油 實際上仔細看其實並不是 可是它長得有點像 為什麼 顏色上它是一個 有點膚色 膚色 那是有氣味的有點棕色的感覺 但是它會有點氣味的浮起 它是扁平的現象 但你要仔細看來確定 到底是不是扁平 那如果不是扁平油可能是什麼 扁平油可能就是這樣子 皮膚腳化的真正 皮膚腳化真正反而是比較多的 因為這兩個其實長得滿像的 是 那皮膚息肉 大家看到息肉都很怕惡化 通常息肉都是良性的吧 息肉大部分都良性的 基本上惡化機會不大 那你要確定是息肉 應該確定是沒有問題 那有可能從這個肉牙 有些人會擔心 又突然長出一個東西 就會以為是什麼 癌前病變 對 有種癌前病變叫光腳化症 光腳化症 那個就是我們 可能就有癌前病變一個表現 那這個其實還是要給醫生看 因為像我們到皮膚 其實看到這一種真正的組織 最重要一個就是怕皮膚病變 因為皮膚病變就有三種 叫皮膚癌 一個是地理細胞癌 一個是扁平細胞癌 一個是可以色素瘤 其實還是要請醫生看的時候 才能做確定這個症 是會不會真的有日過說 他其實他一直以為是肉牙 結果醫生一看 哇 居然是癌症的 是 你說的沒有錯 其實這種機會是有的 有些像大家喜歡曬太陽 所以說不要看一個小小的一顆 黑色的一個 皮膚的病罩 比如說我們來說 角質波動增生 在皮膚上 它已經增生了 短期內又變很大 是不是有變黑的現象 也可能是一個 矮化的一個現象 是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剛才是分類 到底會長出這些肉牙原因有什麼 除了癌症之外 是 但是它這個年齡 我不知道年齡越大 但是幾乎越大 為什麼 日光啊 曝曬啊 風吹雨一大 對不對 所以年齡也累積慢慢累積 皮膚也都產生病變 乾脆日曬 還有荷爾蒙私療 所以荷爾蒙私療 跟什麼免疫有關係 我們人生的內部 荷爾蒙改變之後 可能造成一些 我們所謂一些荷爾蒙的變化之後 會刺激很多細胞 有一些受體 甚至能改變 細胞會產生一些病變的一個現象 所以說你看 荷爾蒙私療對的很重要 人千萬盡量不要荷爾蒙私療 為什麼荷爾蒙私療 睡眠不好 壓力大 心情郁悶等等都會 產生壓力 產生壓力 當然要體質 家庭遺傳 這可能也是會有的 我們剛才說 我們說汗管流 這些跟家庭遺傳 顯性遺傳是有關係的 皮膚磨砂外力刺激 這個最重要就是說 皮膚假使有問題的時候 盡量不要去磨擦它 尤其手腳的皮膚 甚至我們在這個 脖子 或是這個所謂 會磨擦的位置 因為為什麼 這個病變最怕就是 所謂一個黑色素的瘤 痣 比如說手腳痣為什麼怕 因為它手和腳容易磨擦 磨擦久 本來不會有病變 也可能產生病變 所以在手腳的這些 黑色素的一些病兆 盡量都要非常小心 是 對 當然還有病毒感染 我們來說脖子乾 哪些 還有老化 對 老化也是這樣 當然我們來說 有一些這個 慢性疾病 像糖尿病啊 這些病的 或代謝有問題的 也會產生這些 肉牙啊 等等的問題 當然我們來說 肥胖也有 那懷孕呢 很多就是懷孕後 體質改變 比如說可能 這個荷爾蒙的改變之後 也會產生這些 肉牙的新產 那荷爾蒙 比如說那像是更年期 也是有可能的 也會 所以更年期後 很多更年期 跟女生比較關係 所以是在更年期後 它產生問題 會比較明顯 你看我看到糖尿病耶 好像不只是肉牙 糖尿病剛才講的 比如說 癩啊 或是 濕疹啊 有可能都是糖尿病的前兆 對嗎 是 這些糖尿病會引起 這些問題比較大 所以糖尿病是所有疾病的 一個 共病的一個 最可怕的一個問題 它是一個代謝問題 所以糖尿病絕對不是 就是單純血糖的問題 它是全身性的問題 從裡到外 從裡到外 對 從外到內 都可以造糖尿病很多的 皮膚的病造 甚至糖尿病造成 皮膚的問題 都是非常多元化 所以真的是 糖尿病已經是國人 大概四分之一 都有可能罹患